来看来看,你肯定没看过的沈腾新片 它叫三个金币 沈腾演的是一个实习天使 每天就是接电话,收客户的愿望,帮他们实现 比如这个客户是个创业者 想要他的投资人都点头 于是,沈腾就送了他一块投资人点头金币 在年轻人的投资会议上 投资人们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毛病 点头,真的就是点头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但偏偏,人家只是被强制点头 并没有答应投资啊 这可把客户气得要命 给了沈腾差评 下一个客户是个小男孩 他申请的是每次考试100分金币 因为他现在离及格每次都差60分 结果,沈腾听错了需求 就送了他一块每次考试60分金币 把小朋友气得够呛 再比如这妹子 申请一个真命天子取我金币 因为前男友让他太失望 他想要找到一个真命天子 但沈腾啥也没给他 只给了一块巧克力 让他看谁像真命天子 就随便送了吧 这也把他气得不行 三个客户都给了差评 实习天使的老板下令 开除沈腾 沈腾只好求情再给个机会 于是老板给了他三次 穿梭时空的机会 本意是让他改正过去的失职 没想到 沈腾没有这么做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 去到未来 去看看他的客户们未来的样子 他第一个去看小男孩 男孩居然心情很好 原来他之前想要100分 是因为爸妈闹离婚 他想用100分哄他们开心 但现在每次拿60分 爸妈同时有了教育孩子的耐心 也有了共同目的 小男孩得偿所愿 得到了父母的关注 沈腾第二个去看的是妹子 他在跟人相亲 但每一个都是奇葩 相亲完后 他只能打开手机 看着前男友的照片难过 这个沈腾没办法 他心想 还得交给时间才行 第三个去看的 就是投资小哥了 如今的他非常绝望 因为他发现 身边所有人 无时无刻都在点头 这让他感到很可怕 唯独一个乞丐没有 小哥终于明白 之所以每个人都点头 是因为每个人在他眼里 都是可利用的工具 而只有乞丐没有利用价值 才不会点头 意识到自己的功力 小哥沮丧不已 直到他撞见了那个妹子 原来 这两人就是之前的男女朋友 两人都分别为了自己的问题 求助了同一个天使 小哥惊奇地发现 面前的女孩 没有再点头 他才知道 世上还有他 对他来说 是纯粹的 不带功力的 女孩也在见到他时明白 曾经的他一直只会爱自己 却从不去主动爱人 他需要的 只是一次分离 来纠正自己的内心 两人就此重归于好 这时 乞丐猪一旦突然出来要钱 小哥就把那枚金币送给了他 他已经不再需要天使的礼物了 而我们的天使 目睹了这一切 回到办公室 满足地收拾东西走人 原来 这就是天使的智慧 他从不直接满足别人的愿望 而是 用乌龙的礼物 去帮助一个人 看清内心的想法 就在门外 天使被老板拦了下来 恭喜你通过考核 原来 老板一直在跟踪观察天使的客户 发现他的客户 未来都找到了幸福 天使够格了 你明白了吗 真正重要的事情 不是事实顺心 而是 回归初心 这是淘宝双十二 贺促党电影 他讲述了赠女的意义 12月12日 记得相约